HELLO 大家好,我是Fab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另一個 News 就是關於 Access 的拖鞋 這對 Etty Breeze 3D 的拖鞋 其實在英國也曾經出現過 但叫做 Restart 又是買不到 怎樣都買不到的 這隻 3D 的拖鞋 但我相信幾多朋友是有興趣的 有些人說這對拖鞋的邪馬 跟實際的尺寸不同 例如27 應該穿大 但實際有些人說穿中又可以穿小 所以這隻蠻古怪的 所以買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又不是穿不到的 有些人說 但訊息就是不用買到這麼大隻 我自己買不到就不肯定可以告訴大家 不過感覺上這隻蠻有趣的 LBJ 都不會理你怎樣 都會繼續出不同的顏色 來到這隻 Southeast 的粉紅色 粉紅色其實好像特別貴 在英國就買得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會不會加少價錢 但它的粉紅色真的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算是奶白色的鞋底也好 粉紅色的鞋面也好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比平時的喉鞋 但我見到利金價了210 美金 即英磅超過200 磅的情況下 究竟 會不會吸引到這麼多朋友 進手這隻 LBJ 粉紅色呢 我真的有點懷疑 作為一個 NBA 球員 亦都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鞋頭 就是 PJ Tucker PJ Tucker 呢 有一間鞋舖叫做 Better Generations 在美國 在 Houston 開幕 Better Generations 將會有 Kobi 5 Potro 的 PJ Tucker PE 可能大家都會有興趣去留意一下 如果其他地方的 我相信都會有 StockX 不過 PJ Tucker 呢 也算是有幾獨特的觸覺 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 KD 呢 在斷了筋來說 這個表現叫做非常出眾 還可以圍著這麽巔峰的狀態 都算是很不錯的情況 不過當然 他有時的嘴巴真的不太修 這個問題來的 不過anyway 他的球鞋的表現也是非常之不錯 來到今次的 Retro 系 Zoom KD 3 All Star 啦 KD 3 呢 我自己真的沒什麼印象有買過 其實 KD 系列的鞋 其實頭五代的評價 在平價鞋之中都算不錯 但因為當時 KD 去第五代之前 都不是屬於什麼貴價球鞋 當然去到後來就貴了很多 現在呢 就算在伏克來說 都是130 美金左右 亦都不算非常之貴的價格去定價 看看大家究竟有多喜歡 KD 啦 Tatum 的鞋應該就快出了吧 37 載Tatum 的顏色 亦都有大家看看 其實 最主要顏色來說 就不是什麼特別的 鞋盒就比較特別少少少 好像一個叫做木碎紋的做法 去組這個37 代 我相信今年這麼火熱的表演 明年 都會有我自己的Signature Souser 大家儘管期待一下 無論如何 今天到此為止 如果答案有問題 在下面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這樣就算是相關資訊 拜拜